第一,我们讲一讲新主神的含义 首先讲什么是神 在中医的文献里面 神有三个意象 一,是指自然界物质运动变化的功能和规律 二,指人体生命活动的表现 三,指人的精神活动 包括意识思维情志活动 这个三个意象合起来 称之为广义之神 把神的第三个意象称为狭义之神 新主神志的神 是指狭义之神 新主神志是指心具有主思 人的意识思维情志活动的功能 二,神的物质基础 就行神而言 行 是神的物质基础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面 行神之间的关系又称体用的关系 体用 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一个范畴 一对范畴 它有多种含义 在这里 体 就行神的物质基础 就行神而言 指行体而言 而神是这个行体所产生出的生理功能 忠义强调 行神合一 神离开行 无所谓神 离开神也无所谓行 第一 我们从行神的体用关系 讲行是神的物质基础 而忠义写日认为 气死构成和维持人体生命活动的基本物质 这从哲学层次来说 从宏观整体来说 那么又进一步强调 这个行体 是由于父母构精 阴阳交构 而形成的 而这个生命 源于人体内的精气 在这里 把精气凌解为 人体生命活动的 精微物质 所需要的精微物质 那么这个精微的物质 它可通过星体 作为神智活动的物质基础 就这个一样 精气 是神的物质基础 在这里面强调两个思想 在咱们中医学里面 在中国古代文化中 神 一种思想 称这本神灵 从这本神灵 主观意识的产物 一种学术思想 强调 心身合一 行 是产生神的物质基础 把精气作为神的物质基础 这里面强调了思想 神是有物质基础的 不是主观意识的产物 这两种不同 对神解释 两种不同的观点 哲学观点 我们中医学 一具的是 中国古代的 朴素的 维吾论化变量法 坚持世界是物质的 生命是物质的 因此强调精气是神的物质基础 这样来理解神的物质基础 在讲和气血的关系中 常常又讲 血是神的物质基础 血属于精气的范畴 精气在这里 分子生命活动所需要的精微物质 血是其中之一 在讲心血在神质量中作用的时候 在那里面是讲心的 如血们和神的关系 这是总体上讲 从心神的关系来讲 神之活动物质基础 强调神是有物质基础的 是物质运动到一定阶段的场合 但是中医学里面 把神的物质基础 规定为精气 规定为一种具体的物质 一 它常印 人的精神活动的物质性 神的物质性 二 把神的活动 规定为某种物质 某种物质 这个结论 这个结论 又是不胜确切 我们知道神的活动 是大脑披生 高级神经的活动 它是在物质运动发展到一定阶段 所产生出来的神经活动 如果经经归结为精气 这个结论 我们今天看来 是不胜完善和确切 但是它是历史的产物 历史的产物 我们在这里理解 不要简单的理解为 神的物质技术就是精气 要找具体的精气 它有什么形态 应该理解为 中医所说的神 不是神灵 是有物质基础的 是唯物的 理解到这个程度就可以了 从心神统一的观 相当于行为神的物质基础 那么气是构成形体的 本原物质 就这个意义讲 精气是神的物质基础 要正确的理解 我们的中医文线里所描述 神的物质基础 它的合理的地方在什么地方 有不胜确切的地方 是什么样 随着同学们后续 可特别是学习脑科学的时候 那么对这个问题 就有更清楚的认识 第三 讲新主神智的生理功能 第一个功能 叫应物作用 应物 是指接受 处理反应信息 这个过程就是意识思维和情织活动 这里面 就是新在应物的过程中 通过接受外界环境所给予的信息 然后经过心进行处理 通过思维进行处理 最后正确的反应信息 这个过程就是人的思维过程 包括意识思维情织活动 二 它的作用 叫主宰作用 是指 新主神智这个作用 它是 人体五脏六腑的大主 就是人体 所有的生命活动的主宰 它挤着主宰作用 统帅作用 神智活动 同样需要五脏系统 共同来进行调解 但谁占有特殊作用呢 占有主宰地位呢 新的神 占有主宰地位 就这个一讲 请称新的神 为五脏六腑的大主 为生命的主宰 这就是新主神智的主要生理功能 一 它主管人的精神意识思维活动 二 对全身各个系统的生命活动 具有主导的调解作用 第三 讲一讲中医学的神智学说 从历经开始 经过历代的发展 中医学的神智学说 有两种学说 我们刚才讲的 新主神智 这是占主导地位的学说 叫新主神智说 在内经里强调 新为生智本 神之舍 那么 新主神智说 强调是心 心脏 具有主管思维的作用 用现代的语言说 中医所说那个心 它那个神的作用 就是现代生理学所说的 大脑批成了高级神经活动 它具有脑的作用 在中国文化里面 中国文化里面 新主神智这个心 汉字的本意 是指心脏 请同学们 看所文 看世文 象形文字里面画一个 和现代解剖学画的心脏 非常相似 包括那个心猫落 这些说叫心儿 都画出微妙微笑 在说文和试文 解释心的时候 明确解释为 定义为心脏 已经明确指出 心脏是主管学艺寻行的 主学脉 同时又加上一句 心是思维器官 用现代理员翻译 是因为思维器官 它属于中国古代的心繁草 心是中国古代哲学 一个重要的繁草 叫做心学 大家所熟知的 念孟子 说心之光则思 心是心脏 同时指出 它还有思的功能 思思维 这是中医学 神之学学里面 第一个 学说 内经里面 已经明确提出 心主生命 为生之本 神之舍 同时 同时 内经开始 已经印识到 脑 在人的生命活动过程中 所占有的重要地位 在在《灵书经》 讲真刺的时候 刺脑 整股大孔进去 有一个刺脑 历史 讲脑 是生命的中枢 在人体 生命活动等 具有特殊重要的作用 并用今天来看 并不是中医学 并没有认识到 脑 具有这个作用 由于中国传统文化 所决定了 中医学的神志学说 以 心主神志说 占主导作用 一直到今天 现在的教材 应言在写 心主生命 而不写脑主生命 至于说 为什么这样做 后面我们再继续讲 二 脑微原神之腐说 用我们今天的话说 现在有人发表文章 我们简练的主要 说心主生命 和它对称 那就是脑主生命 这脑主生命说 它的本来的命题 叫脑微原神之腐 我们用现在 可以把它简化 成为脑主生命 那就是脑主生命说 和心主生命说 并行 它属于中医神志学说 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历代文献里面 已经明确指出 脑为精神之腐 讲人的五官 感官 通过感官 接受了信息以后 要通过脑 来进行分析 处理信息 叫做精细 名察 审思判断 那么已经 意识到脑 通过感官 来接受信息 经过大脑的思维 来进行分析和处理信息 完成示威的过程 二 已经意识到脑 是生命的主宰 刚才为您 林书经 关于真刺的论述 强调人体有些部位 是不可以真刺的 提出了脑不可上 刺子立死 强调的脑是生命的主宰 第三 历代文献都记载脑 是一个思维器官 脑具有四万物 别黑白省短长的功能 那么四万物 别黑白省短长 它不仅仅是感官的作用 而是感官因物以后 经过脑的分析处理以后 才能够辨别万物 辨别黑白 看审查物体的形态长短 做出对信息做出处理 得出判断 在这个基础上 李思珍明确提出脑为原神之父 而到了汪清印 又进一步提出来 人的灵性记忆 不在心而在脑 这就是脑主神明说 第一句 这是第二 中医的神之说说 心主神明说 脑主神明说 这是第二 前两个学说 在这个基础上 我们中医学 从整体系统的思维方式来看待神之活动 提出第三种学说 叫武藏藏神说 在长印 心主神之 脑主神之的前提下 又进一步明确提出武藏藏神 武神是神魂魄意志的统称 分别为武藏所长 因此中医学 把人的精神意识思维活动 和武藏密切联系起来 上述就是中医神智学说 三种学说 那么根据三种学说 在理论上 如何处理他们的关系 在实践上如何正确的应用 这三种学术 一 在理论上 当前从古至今 特别是李世珍以后 那么一直存在着鲜明的对立 一者主张脑主生命 一者主张心主生命 到现在也有的学者提出来 根据脑科学发展的现状 应该变新主生命为脑主生命 这是一种假说 这种假说提出 它有它充分的理论依据 也有充分的实践依据 至于这种假说 是否能够代替新主生命说 那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 改变这种学说 提出用脑主生命代替新主生命 需要对中医的理论体系 进行彻底的改造 重新构建中医理论体系 才能最后完成 这也是我们今后中医学者 特别是你们需要去完成的 到现在为止 应言没有完成 应言主导地位是新主生命说 那么从理论上看待 新主生命和脑主生命 和五脏长生的关系 大家看这个示意图 说心是生命的主宰 为五脏六十大主 心既能够应悟 它又有主宰全身 调节全身生命活动的作用 也就是说在神志活动当中 应言是心是主宰的 我们称心占主导主 心为主导 那么根据第三个学说 中医又强调五脏结成神 说神生于五脏 舍于五脏 心为主导 这个结论处理了心主神志 和五脏长生的关系 第二 心主神志和脑维原神之福 他们之间的关系 到现在为止 中医是怎么处理的呢 从理论到实践 怎样处理的呢 一 中医讲脑维水海 水 是精能生锤 后面我们再讲 进一步讲 精 刚才讲那个精气 是人体生命物质的泛称 而人体生命物质 那个精 是由五脏系统 共同协调作用而产生的 通过五脏系统 共同的协调 共同的作用 保证了生命的正常进行 保证了各个脏腑系统 维持正常的生理功能 才能够产生 维持生命活动的精 在这种条件下 精才能转化为谁 随聚于脑 形成了脑 脑为水海 由此我们得出结论 脑 从形态结构 到生理功能 它都有 都和五脏密切相关 它的功能 并非是由它自己 水海所决定 这就处理了五脏肠神 和脑维 脑组生命之间的关系 那么根据五脏肠神 心为主导 那么心 主宰五脏肠神的功能 五脏肠神 那是五脏系统 生理功能正常 保证精微物质的不断地化生 此随不断地充盈 脑随充盈 才能保证脑为 灵性记忆之父 到今天为止 处理心和脑的关系 心和五脏肠神的关系 就这样来处理 这种理论 它指导了实践 到今天为止 我们治疗脑的病变 并非是仅仅治脑 也并非是 那么后面是我们讲 圣体神的进一步讲 并非是仅仅自圣 而是从五脏入手来进行调节 我们看中药学 将来大家学中药的学术 安神药物 不管是哪类安神药物 那么根据它所属脏腑的不同 它可以归到心肝脾肺胜无障 为什么出现这样的理论 就是脑和五脏相关的结果 要我想改变这种理论 脑主生命 而不是心主生命 那到实践去 今后凡是脑的病变 我们至少说 精神意识思维活动的 发生异常的生命过程 我们自脑 而不自五脏 也不自心 这样才能够从实践 脑主生命的理论 付诸于实践 经过实践检验 这个假说才能成立 要达到这个过程 那么需要对中药的理论 进行重新进行一方构建 那么因何一个学术建立 它必须用意愿来结束所有的问题 这也是当前学术界非常关注的 也是科学研究当中一个热门课题 随着脑科学的发展 脑科学的发展 这个问题 新主生命说和脑主生命说 这两者的纷争讨论会越来越热烈 所以出现这样一种结果 由中国的传统文化所决定 大家可以查字典 看汉字 带心字的双云字 这两个汉字符合过程双云字 许多这些双云字 它的内涵都是讲 人的意识思维感情活动 为什么中国的文化新学决定 如果要改变新主生命为脑主生命 必须首先从根本上来解决 首先解决中国那个新学哲学上 和西方哲学那个脑 他们之间的矛盾冲突 在此基础上才能够做到 我们所说那个心 用脑代替心 这是学习中医理论非常难的 它也体现了 我们前面讲脑象脑象 脑腑的生理功能是一项定脏 它也体现了那个系统的整体的思维 也再一次证明了 中医所说的心脑腑的心 与解剖学的心脏 作为器官 两者不是等值的 不能同一而语 学习解剖学的心 学习它的生理功能 必须按照西方医学 西方思维方式来学习咱们的生理功能 而学习中医的心 学习它的生理功能 必须按照中国人的思维方式 也就是按照中国的思维方式 按照中国的文化来探导心的功能 这个问题 心主生命还是脑主生命 还是五丈长生 特别是心主生命和脑主生命 这两者之间的观 是我们中医基村理论当中 一个重大的命题 也是一个重大的难题 由于中国传统文化 传统的思维方式 决定了 以心主神志说 占主导地位 这个学说和实践是想统一的 单纯的脑主生命和实践 是难以做到 像新主神们这样 能够用意缘 同意起来 我们检验理论里 正确与否 看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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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里讲的 看实践是指 中医的实践 中医实践 无非就是 临床养生保健的实践 保健的实践 关于中医的神志学说 要求同学们 三个学说都必须掌握 他们之间的关系 做一般的了解 第三 心脏的生理特性 所谓特性 是指 事物它独有的性质 那么心脏的生理特性 是指心脏本身 与区别于其他的 属性 一 叫心为阳障而主阳气 中医学认为 心主均活 在中医学里面 人体的阳气 又称之为受活 分为均和相 心是均活 与心相对 还有相活 比如干肾等 还是相活 关于相活 后面还继续学习 君 在中国的文化当中 至高无上的 因此 称心为君主之观 类比为君子之观 它有至高无上的作用 在人体的阳气的活 君活是最重要的 这里面 这里面指在说明心在全生命的主宰作用 它有主宰前身的作用 所以 古说 用一个比喻比喻比心脏的特性 说心为火障 诸招万物 心 这个火 就如同 蜡烛 点盐 发光 能够光照万物一样 它的意义 在我们在心有病的时候 心有病的 一 要除了调整它本身之外 更重要的 直到心有病 对其大丈夫所带来的 危害 二 在治疗时间当中 处方用药当中 注意 保护心的阳气 保护阳 虽然也强 强调心也是阴阳的同一体 而公众号就强调 心的军火 它阳气的重要作用 就这个意义说 心脏 对全身的阳气 具有主宰作用 与 向火 是相比较而言的 二 心与下气相通应 这又将心与四十阴阳 它们之间的关系 因为心和下 同属于五星的火系统 两者气化相通 就这个意义讲 它回答的问题 它的内涵 表现了心脏 中医所说的心脏 与环境的同一性 就季节而言 与下季相同一 至于说 这个原理 应用这个原理 在临床治疗指导作用 将来同学们 一旦到高年级 学习五印六气的时候 会进一步加孙 对心与下气的气化相通 在此 仅能知道 心的生理特性 为阳障而主阳气 并不排斥说 阳气仅仅而心所主 前面我曾经讲过一句话 说肾阳为阴身 诸阳之本 为什么不说 肾阳有主宰作用呢 而这里面强调 心为阳的诸阳气呢 因为中医的理论决定了 说心为五丈六腹之大度 尽管肾阳为阴身诸阳之本 但是呢 那么心是至高无上 这就是中国的文化 所以在这里才强调 心主阳气为阴身的军火 能够应该正确的来理解 这个判断 它是在什么条件下 提出这个判断来 这样的话 我们就能正确理解 心为阳障而主阳气 就心主阳气 心为军火 对全神生命活动来说 就诸绕万物的作用 那么 无非讲主宰作用 第二点 对生理的特性 旨在说明 人体与环境的统一性 拿出来新系统和环境 哪一个时候相同应呢 计划相同应 和夏季相同应 无论在生理到病理到辩证治疗 都时刻注意点 我们前面强调 治疗疾病既要整体调节 又要注重个体化 要因时因地因因因之一 这个特性 就告诉我们 一旦心脏有病 它的病理变化 乃至它的生理变化 要和夏的气候相同应 就是活相同应 那么在治疗的时候 要充分考虑这样一个特性 它有重要的制造作用 将来学习五一六七的时候 会进一步来加深理解 中医学 我们这个 现行的中医基础理论 应远把心包落 不作为一个帐来处理 尽管经浪学说 因为心包落是个帐 占主导的体系 主导地位 应远是五帐 而不是六帐 所以中医基础理论 把心包落 作于心的附属 简单作为介绍 那么什么是心包落呢 这句话 指心脏外面的包膜 这个字错了 这句话 是用现代语言 对说文 对心包落的描学的表述 在诗文和书文 已经对心包落 说得非常清楚 就是讲一个心脏外面的包膜 它有什么作用呢 一 它有保护心脏作用 在汉字里面也说得很清楚 咱们中医学 中医理论 在汉字四一的基础上 提出了带心受邪 这鞋跑这儿来了 带心受邪 那为什么说心有病 必须有心包带子呢 这也是中国的文化传统所决定的 既言长印 前提 说心为君主之官 神明出言 心为武藏六四大主 心在武藏系统是自高无上 在社会学上 天子 皇帝 自高无上 神圣不可侵犯 用类比的方法 把心的作用 在生命过程的作用 类比 如同人类社会 社会结构 中国的社会结构 这个传统社会结构 那个皇帝 天子的作用 由此退离 心也不能直接受邪 大家知道 传统的王朝 皇帝外面有卫兵 那么皇帝是不能直接受到侵犯 第一道工序受到侵犯 就是卫兵 那么用此类比 心 那么心脏本身不能直接受邪 由谁呢 形容 心包落 类似 皇帝的卫兵 他有保护心脏的作用 所以要想受邪 那必须由心包落带着 基于这样一种思想 提出了戴心受邪 这样一个理论 戴心受邪的概念 将来同学们在学习 温命学的时候 会进一步学习 那么心包的 所反映出的病理变化 就是心 神的病理变化 但是由于这样一种思想 我们散述他的发病过程中 中文一讲叫戴心受邪 强调心包落的作用 理解到这个程度就可以了 一 他保护心脏 二 戴心受邪 这是文化所决定的 文化所决定 下面我们做一个简表 同学通过这个简表 掌握他的 主要掌握他的生理功能 那么这种生理功能 一旦异常以后 会出现哪些病理变化 那个病理意义 只做阅读 了解 这里面描述的 术语 术语 都要在以后的学习中 陆续地接触 这仅仅作为一个了解 比如说心做血脉的功能 一是行血 二是升血 什么是行血 就是心脏推动血液 在脉内运行 做什么 输胜 勇养物质到全身 这种作用功能 出现异常的时候 一 可以吸引血液不冲阳 那么可以出现血液亏损 血液亏损 比如出现的症状 面白无滑 脉细无力 同学们只知道 这个心血功能失调 那么可以出现血液运行无力 所以心的阳气 是运行血的动力 那么心的功能低下 出现血液无力 血液迈系无力 输送的血液减少 它完输送给身体 各个部分的 勇养物质就会减少 那么表现为 外表上 可以出现面白无滑 那么行血的功能异常 如果运行速度慢 脉管内里不能够 畅行无足 血液有余制 那么血运行通道也受阻 终于称之为血液 生血功能失调 它不能够生血 心的生血是 血骨精为精心化色为血 它的机制将在血液生成当中 进一步讲究 所以心脏生血功能不足 也就会导致血液的亏损 通过这个表 掌握它的生理功能 那么了解在这种生理功能 一旦发生异常的时候 会出现什么样的病理结果 在现阶段 务须背它的病理结果 将来在病激学 还要进一步讲 新的行血功能 在什么条件下 出现什么病理变化 同理 我们掌握新主神智的功能的时候 一 记住它有应物作用 二是主宰作用 了解新主神智学说 它的中医理论体系当中的作用 了解新主神智说 脑主神智说 五脏长生说 它们各自的内涵 及其相互作用 相互关系 明确 新主神智说 五脏长生说 特别是新主神智说 与脑主神明说 是中医理论当中 一个重大研究课题 也可以说 当前我们在理论上 碰到一个困惑 碰到困惑 如何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 需要我们中医学术界 乃至于 中国的思想文化界 特别是哲学界 和我们各种学科交互到一起 共同努力来探讨如何处理新主神明 脑主神明 才能够做到 我们现在有超前意识的学者 有创新意识的学者 提出 变新主神明为脑主神明 变新主神明为脑主神明以后 那么脑主神明 中医一旦建立起脑主神明的时候 就和现代脑科学相符 就是和现代科学 对人的神智活动 也认识完全符合 这个过程 需要一个艰苦的过程 也需要大家来共同参与 共同参与 这节科学到这里 谢谢 谢谢